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疫情之下完成TOT 今年疫情未过 它6月就已经完成TOT 以及超过100张Case 到底在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之下 怎样可以签到这么多张单 而且还要这么好成绩呢? 有请阿波罗 大家好 我是阿波罗 首先很感谢LUA和MDOT MCC 邀请我参与这个节目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回想起来 我已经在这个行业做了有32年了 我亦都经历了32次MDOT 去年是疫情 我自己都仍然是TOT 今年疫情未过 我在今年6月已经完成了TOT的要求 以及超过了100张单 可能有些同业就会说 在这个疫情之下 怎样可以更加有效 做得更多的生意 或者将业绩做得更加好呢?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的一些想法 但是去年是疫情大家都知道的了 在疫情的时候 有很多同业都说 没有生意 很难做 但是为什么我能够 顺利完成TOT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可能是大家遗忘了的讯息 或者没有留意的讯息 疫情是全世界的经济 都受过疫情影响 而有所下滑的 甚至乎很多商业 很多经济都很不理想的 但是疫情过后呢 其实更加多东西值得要注意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疫情之后 现在慢慢就说 一些打针 已经开始控制得到 一些疫情的扩散 经济开始似乎回稳了 但是去年 全世界都要面对 那个经济的毕竟 大家都要做一件事情 每个国家都在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们要吹谷经济 那他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去印银纸 印银纸这件事情 似乎大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不如我尝试和大家 十几年前 在金融海上发生过的事情 当时在美国的经济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美国为了救经济 他就要大量印银纸 印钞票的结果是什么呢? 令到美元的货币 那个价值 就劇烈地下跌 当年大家都看到 都知道的 我很记得 我女儿当时在加拿大读书 我还记得要用港币 去兑换加纸 比兑换美金更贵 就是加纸的价值 比美金更高 港元是跟美金挂钩的 所以美金跌 就等于港元跌 其他的货币似乎没有什么下跌 所以美金兑换加纸的时候 那个价值就非常之高了 那这个就是当日 在美国大量印银纸的时候 那个后遗症 货币的价值 劇烈下跌 去年发生了什么事? 去年全世界的经济都不行 去年每一个国家 都在印银纸 企图去吹谷经济 这个就是 疫情之后的一个后遗症 但是大家没有留意到 因为大家的货币的价值都向下跌 所以在兑换价上 大家看不到有什么变化有什么落差 不会好像十几年前 美元兑加纸 美元兑澳洲纸 看到那个美金的价值跌得很厉害 现在每一个国家的货币 都似乎跌 但是它的兑换率 反而看不到有什么特别 好了 只要大家去打开一些YouTube去看一下 你会发现有几个字会出现了 这些都是我在YouTube上 随便打四个字 通胀爆炸 你们试试 去开一个YouTube 在YouTube上搜寻中 打通胀爆炸 一大堆这样的link 你会发现得到全世界每个地区 很多的经济学家都在说 未来几年全世界有一个很严重的通货膨胀 而这个通货膨胀甚至被称为通胀的爆炸 这件事情有什么情况发生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 在新闻半年的回顾里面 已经说到美国上半年的零售市场 超市和货品的货品已经增压了接近10% 差不多在半年里面 就有差不多一成的通货膨胀 那些物价的指数不断飙升 甚至乎有些专家会说 在未来的三到五年 可能通货膨胀可能严重到什么呢 严重到是说是几十个百分比 那就是说如果现在大家拥有很多很多的资金 有很多的现金 你将会在几年之后 你会水瓜打糕 不见了一截的 当年在金融海啸的时候 大家都在说什么 大家都在说Cash is king 但是来到现在 拿着这么多现金 在手面面对这样的通货膨胀的情况 我敢说如果你越多现金 其实这个根本就是地獄 你会白白的见着你的资产不断流失 那如果我不保持现金 应该怎么做呢 我在这样的环境下 我自己有很深的体会 我觉得还保持现金 很可能风险很高 我就觉得不应该再保持现金 应该有其他的操作办法 但是这个操作 反而给客户有很大的警醒 很大的警觉 今天我试试跟大家分享 一招两拾 什么叫一招两拾呢 就是我们要处理 面对这么严重的通货膨胀下 我们有些招式 或者有些方法 是应该可以解决到未来的问题的 这个也是我和顾客 和我的客户 分享一招两拾的时候 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之余 也会令到业务有很大的抗战 因为实际上他们真的需要做些动作 需要在一个理财上面 在我们保险公司的产品上 尋找出路的 先讲一招 好吗 第一招 融资理财 何谓融资 何谓理财呢 其实买保险 买股票 买楼 或者是 你做很多的一些 金融上面的产品的购买 其实都是理财的一种 但是很多人会以为 只是投资 或者是买产品才是理财 我可以告诉大家 是不足够的 知道怎样去融资 知道怎样去跟银行交往 应用银行的服务呢 其实都是理财里面很需要学习的 融资是代表什么呢 就是你要吸納一些外来的资金 我们叫use other people's money 用别人的钱 我们买楼去银行借钱 已经是融资的一种 那为什么要融资呢 我想举一个例子 在美国 借了全世界很多国家的钱 美国也借了中国很多的钱 但是他借了别人的钱之后 他印钞票 印银子 印美金来还给别人 老实点说一句 你看清楚那些环境 如果我问你借了钱 我就印银行借还给你 你想想是否很好 但事实上 如果假如在现在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借了很多的钱 是现在的货币价值 几年后 如果它跌了价值之后 才还给别人 其实是赚了的 所以我认为在现在的环境下 不单止不要留那么多现金 我会选择借多一点的钱 我是借钱的专家 今年哪间银行息口最低 我很清楚 我自己每年都利用银行 给到一个很低息 作为一个投资工具 我每年都用 将税单去到银行 借一些税务贷款 息口很低 我来买了一些资产 例如买一些物业 等等 然后收租 都其实挺好的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今年有某些银行 利息低到月平息子 只是0.11% 基本上这些是 借100万 都是给11,000多元的利息一年 非常值得用 这些懂得应用融资 其实是我们理财 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和手段 其中一招要学会融资 就是说 少一点的现金在这个袋里 或者多一点的贷款 很可能在现在的环境下 是我们其中一条出路来的 日照 有两式 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 既然今天我不要这么多的现金 那我的现金用来做什么呢 就买下一些资产 我今年我自己大幅度 将我的资产做一个调整 我将很多的现金 变了两样东西 变了物业 在香港买物业 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它要给很重的一个离印费 有些我的顾客 不愿意再给更多的钱 去给离印费 我也不鼓励这样做 因为双倍离印费 买完一层楼之后 可能已经不见了一百万的离印费了 那不买楼 那做什么好呢 原来我们将资产 由现金转移成为一些资产的手 除了物业之外 其实最好的选择就是基金 现在未来的几年的通货膨胀 既然很严重 我们可以估计 基金的增幅的增长 未来几年是相当漂亮的 如果假如没有估计错误 我和你们或者你们的客户 都懂得把部分的资金 转移到基金上 作为一个投资的工具 我认为将来的增幅 是可以给你想的 当然不应该所有钱 放在同一个范围里面 不应该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同一个锅里面 但是有部分的资产 放在基金上 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我自己最近有一个客户 跟我分享完 有关于通胀爆炸这件事情之后 他就决定了 他今年六十多岁 他有几千万的现金 在银行上 原本收紧一些利息 收紧一些定期存款的 高息的外来给他生活 他发现不能够再很安心 把现金大部分放在银行 他就把他自己的资产 三分之二 撥了出来 他重新做一个调配 其中一个调配 他就放在基金上 所以第一息 要购买更多的资产 减少的现金 其实很可能是 现在未来通胀 严重的情况下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出路 第二息 就是赚息差 有部分客户 或者是刚才我所说的 那位客户 他不愿意把所有资金都放在一些 可能有一些波动 风险承担的地方 他就参与了 最近这一两年 在行头上非常流行的保费融资 那保费融资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保险公司给出来的息口比较高 银行给出来的息口比较低 所以他就能够赚到一个息差 那这个息差呢 小的如果你几十万 你觉得息差可能不是大 但是这个问题 如果假如他有几十万银行在融资 借了一笔钱给他 他拿了两个金额加在一起 你赚到那个利息的回报 其实可以挺可观的 就是说有部分的客人 他自己的资产有一个不小的比例 或者是可以拿出来的 不是等着马上用的钱 其实他很适宜考虑一下这两个方案 第一就是将他买了资产 而买一些可以积极一些 或者进取一些 在未来的回报比较好的基金 第二就是将部分的资产 利用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息差 赚取一个回报 这两件事情加起来 其实我会觉得是面对未来几年 通胀爆炸是一个很不错的出路 就是因为我和我身边很多客户 包括我自己 都有这些经历和分享 所以在过去那一年和今年 其实不会每个客户都接受 但是有不少的客户 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出路 所以很多客户都会用一笔过的钱 买了基金 或者是做一些保费融资 这些单位都是比较大的尺寸 我自己在上半年 已经买普通正常的保单 之外 做了十多单的保费融资 和一些大额的买基金 我自己顺利在今年六月 完成了TOT的要求 在这里我希望这个经历和分享 是对大家有些帮助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拜拜 多谢波罗 多谢你的分享 下一集我们的分享嘉宾 Janet 她会和我们分享 约客见面的方法和技巧 约定你 下集见